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 这一个部分我们所要讲授的问题 就是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所要讲授的问题 这个问题分为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讲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世界历史普遍性的品格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如果它没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它不能成为世界哲学 不能成为世界哲学 那么它的世界历史普遍性应该如何理解 这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不同于其他哲学史的一个根本特点 也就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首先要了解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讲授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它和以后的哲学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我们现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就是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我们讲的就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第四个呢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特点 就是它的也是讲它的这样一个规律问题 那么第五个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 它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一个是根据这个历史时代的变化 那么还有一个呢根据它的内在逻辑 那么这两个关系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 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如何区分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发展历史阶段着重要了解的问题 第六个呢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问题 哲学史的方法问题 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讲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的品格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发展 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之后 就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厨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 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那么马克思在这儿用的这个文学概念 文学概念不是仅仅指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文艺创造 文艺理论或者文学 而是贩子 科学 艺术 哲学 政治等方面的成果 那也就是说它是指着整个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方面 文化的方面 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一段话做一个分析 就是对这一段话进行分析 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 他说马克思说它是各民厨的精神产品 他说各民厨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 他说各民厨的这个 前面讲的他说各民厨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那么这一个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强调有世界普遍性的精神 就是有世界普遍性的精神 也就是说呢 有超越民厨精神的世界普遍精神的存在 世界普遍的精神的存在 那么这样一种普遍精神呢 它既不是属于西方的 也不是属于东方的 而是世界各民厨共同创造的 是属于世界各民厨的 那也就是说既有共性 而这个共性不能等同于西方 如果等同于西方是西方中心认 是吧 等同于东方是东方中心认 那么就是说既不是西方的 也不是东方的 而是各民厨共同创造的 这样一个普遍性的东西 那么这是他讲的这一段话的 这个前面的这样一个 第一句的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第二个呢 他后面强调 强调那个总体性以后 成了公共的财产 他第二个他就说 民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民厨的和地方的文学 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那么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是世界精神的实现问题 世界精神的实现问题 也就是说世界精神只有在消除了 民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时候 才能实现 就是说你这个民厨要成为世界文化 要成为世界文学 你就必须要消除你的自身的 这样一个民厨片面性和局限性 那么我们来结合这个 这个讲的这个消除 这个民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应该如何理解 我们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 就是说工业发达的国家 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的 未来前景这样一个思想来理解 因为马克思在这个共产党宣言里面 包括他后来在资本日里面 始终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呢 什么什么 他说世界 就说什么呢 世界精神呢 是在工业化的世界当中实现和获得的 那也他讲的是什么 工业发展的国家和工业不发展的国家 或者说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他们的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说工业化 就是工业化 就是说这个世界精神呢 它是在工业化的这个世界当中啊 这个进程当中实现的 而各民族要活得世界精神 成为世界精神的一部分 就要在本民族发展自己的工业 消除这个农业文明 带给他的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所以马克思的这个世界哲学的 这个世界发展啊 可以说就是世界精神的实现过程 实现过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马克思哲学 它是建立在什么 现代工业 对现代工业的批判 所以他认为整个的历史发展是什么 都要从农业文明进到工业文明 而工业文明呢 工业文明的世界发展 就是世界的这样一个普遍性品格 因为这个工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它本身工业和农业相比 农业它是什么 带有这个农根民族啊 它总是带有地域的局限性的 是吧 因为这个农根民族 它总是 它是不是以交往啊 为这个前提的 所以它总是以一个地区 一个地区的划分 所以在这个封建时代呢 就是这个农业文明呢 它是一个隔绝起来的 隔绝起来的 而工业 在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文明形式 它刚好是什么 它是交换经济 是交换经济 所以它刚好是以交往为前提的 这样一个交往是什么 要求你既然要交换的话 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点 如果没有一个共性 没有一个一般的东西 它是不能交换的 它是不能交换的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实际上 你这个世界结合的 这样一个共同点 就是要建立什么 世界工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基础上 而且工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 也提供了这样一个 世界普遍性的这样一个品格 普遍性的品格 那么也就是说了 既然是如此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作为强调这个工业文明的发展 它的世界性品格 它自身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文化的 这样一个精神表现 就是它因为它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它认为资本主义文化 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了世界的这样一个工业 创造了世界普遍性的一个基础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资本主义又容纳不了这个世界性文化 容纳不了世界性文化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资本主义在它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资本主义在它发展过程当中 它作为一个文化来说 它还是带有片面性的 带有片面性的 而马克思哲学呢 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当中啊 和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 所以这样呢 它就什么 把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精神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和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 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观点 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 不是把自身变成特殊 而是以世界普遍精神 改造各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使各民族啊 扬弃自己的民族的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成为世界民族 这一个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这样的 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发展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就说马克思主义和新辱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啊 根本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这个马克思主义呢 他强调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结合 但是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什么 是要把中国文明啊 由一个农业文明 把它推进到工业文明 就是实体什么 获得世界普遍性的品格 而不是退回到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那么新辱学也强调这个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 它是把西方文化当做什么 以西方文化为用 我是运用一下来改造我一下 那么本质上呢 还是维持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化 想在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啊 重建这样一个 就是说建立新的文明 只是做一种这个内容上的更新 而在形式上 就是在这个本质上是不变化的 想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啊 来激活自己 使自己不要灭亡 那么这样一种这样一个观点呢 可以说完全是两个相反的 所以这两层含义表明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普遍性 不是片面的脱离了民族文化的普遍性 而是有机的在各民族文化中实现自身的普遍性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遍性 与西方哲学的片面的普遍性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呢 是强调的是片面的普遍性 而马克思恩克斯强调的是有机的整体的普遍性 是一种真正的世界普遍性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品格 而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应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看一看这个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我们看看 我们就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这样一个形成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世界历史普遍性的 那么它就有一个哲学传统的形成和演变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演变 是在有关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真中展开的 那么这样一个认真的 它是从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末开始的 从那个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那么我们看一看 就是这样一个争论 这样一个争论 我们从理论上做一个思考 就是这个争论的展开 它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那么我们现在从理论上做一个思考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 为什么要开展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认战 这种认战的实质是什么 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 产生了什么影响 产生了什么影响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争论的实质 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这种争论呢 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那么从这一个观点出发呢 就强调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联系 认为马克思哲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背离了马克思哲学这个原则 所以这样呢 就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的区分开来 并且以马克思哲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是一种观点 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 他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强调了 就是说马克思哲学啊 它是一门科学 而且它的对象呢 是研究规律的 所以呢 他们就要努力的消除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 认为马克思的中期思想才是马克思的成熟思想 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解 主要的是和世界历史的变化相关的 19世纪末 19世纪末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在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伯恩斯坦提出 马克思恩克斯有关暴力革命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他认为了他说马克思恩克斯有关革命暴力的这样一个观点 主要是来自于黑格尔的辩认法 所以呢就主张去黑格尔化 去黑格尔化 这就构成了主张回到马克思哲学家们的主要观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 新左派运动的失败 使人们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理论 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出现了去黑格尔化的这样一个倾向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方面 所以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争论过程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不断面对现实 反对教条主义 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这个过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 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因此我们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就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这样一个争论 这样一争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说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 是从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论证当中 产生出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上来分析 第一个层次呢 是从历史层面上分析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 在这个层面上呢 首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 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分 进一步向我们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首先是 也就是说 这两种哲学传统 一个是批判的 一个是科学的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展示了什么 东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之分 应该说呢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分 主要在对革命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上 那么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呢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解 主要是落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上 所以他们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科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解 主要是落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上 所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批判 而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科学 这样一些区分表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不是一而是多 这是第一个层面 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分化的过程 那么第二个层次呢 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分析 那么在逻辑上呢 我们可以分析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共通性 尽管它们是不同的传统 但是它里面有共同的东西 从这些共同性当中啊 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在逻辑根据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的这样一个共同点 那么这一个层次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个方面呢 是分析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 论战的主要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这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 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各种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他们的观点不同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围绕着实践和辩证法的联究展开的 那么这样呢 就使实践和辩证法成了什么 维系不同传统的一个共同点 也就是这个实践和辩证法 成为马克思哲学的这个不同的传统 比方说这个马克思那个时候讲实践是怎么讲的 辩证法是怎么讲的 那么东方怎么讲西方怎么讲 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他们都是结合不同时代 不同民族 对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一个研究 一个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正是在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那么形成了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范畴的发展 也使实践和辩证法成为马克思哲学 延结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共同点 共同点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它的一个内在传统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是分析马克思恩克斯的 一个解释功能 一个是它的这个本体论的这样一个存在意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从哲学的内涵看 实践作为能得自我创造的活动 是与工业的进步相联系的 于是凡是与工业发展相关的活动 比如生产生活 科学政治意识形态 阶级斗争等等 都是实践的现实内容 这就构成了这个实践内容的一个多样性 那么从哲学理性的建构看 实践建构的是历史理性 但也把科学理性融于其中 那么实践本身的这样一个多重意义 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多益性的 那么正是多样性 就是说在能不能在不同的层面上 来删持实践和辩证法的观点 那么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多元的传统 所以如果我们把握了这样两个问题 以上的一个历史层面的 一个是这个历史层面的问题 一个是逻辑问题 如果我们把握了这样两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就是说第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自己的传统 而且还是通过内部的多元传统的形成和演变来表现的 这是第一个结论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实践和辩证法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 或者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史 实践和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 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开放性的发展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讲了他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形成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这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